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一句話一輩子 一生情一杯酒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老師 我是二 今天要開箱的東西 我在開箱之前 我就覺得我今天會出包了 我特別委託我們的工作人員 去挑選了這一組 這個叫做大人的科學 你相信用這個盒子 能夠組出一個迷你電吉他 而且他特別強調我內附擴大機 跟揚聲器 所以說這個東西 這樣組下去一個電吉他之後 我們就叫五情川過來說尬一下 欸好耶 然後五情川過來就 欸 你在鼓勾玩過 對不起是什麼東西 然後翻一把火把這個盒燒了 我覺得這會讓人發火 尤其是吉他老師可能會發火 但是You never know 搞不好人家也覺得 你們吉他老師普通 我用這個紙盒就組出來 從大人到小孩 從玩家到親子 跟你講我包羅萬象啦 同手無欺 都能獲得趣味與養分 欸還有養分喔 這些東西是玩科學的東西了 先去時尚 欸Fashion 趣味 專業professional 創意 創意 idea 動手又動腦 認識科學新知識 親手體驗科學趣味 能創造屬於自己的科學風格 就是這麼簡單好玩 這個介紹等於 沒介紹 對因為我還是不知道什麼東西 對就是說非常趣味 然後又非常的科學 然後非常又有頭腦 有頭腦又好玩 然後又時尚 把你裝在裡面 裡面也是可以這樣洗的 從大人到小孩 從玩家到親子 都可以適合 使用江老師這個產品 那麼 在哪裡才能買得到呢 我這樣講會乖乖 哈哈哈哈哈哈 你想到什麼 沒有 給我差不多一點 欸你要小心猜 這個感覺很貴 超貴 超貴 你覺得你可以接受多少錢 我覺得500差不多 不是喔 零頭就超過了 蛤 你講真的還假的啊 內副擴大計嘛 你不要生氣 800 你快要拆到零頭 可能1800吧 1700啦 比較便宜一點 這個1700 你不要生氣 誰買了 有些東西我們找得到人家送我們 有些東西我們有自己的 你上次那個空靈鼓3000多塊 你不要死記的貴的 我問你 電子進步6700 CBC挺高的 你這沒稱讚我 那台是不是好玩 好玩 分散付寫 分散分散 好 看不到看不到 包裝是可以的 好可以的啊 一本 這是雜誌欸 對啊 電吉他與聲音的科學 整本是在教你跟電吉他相關的所有知識 如何製作電吉他 跟電吉他所有發聲的一些原理 沒錯沒錯 就不要組出來你覺得很超值 Watch out man Rocker的感覺來了 我跟你講目前我一直拍照 看起來都是漂亮 他整個包裝做的是很精美的哦 欸 輸出端子 他是可以 Line in 他可以Line in 他output到那個啊 output到他amp裡面去啊 再一個盒子 盒中之盒 我們兩個要是組不起來 真的有差勢嗎 不可能組不起來啊 拜託 你每次只要講這種話的時候 通常下場都不是特別 特別 好 好 好 等一下我覺得有點像 玩具電吉他那一隻 好了 完了 有人要生氣了 我不相信你會組耶 我講真的 你看他是有電線耶 你要纏 你有可能嗎 我會組啊 我跟你講我大概了解他這個端點 你了解什麼 我這裡的東西你都沒看 你就看到兩個塑膠塊 我這裡的電線你都沒看 欸他有批克耶 等一下我先問你 你是不是自己覺得頭很大 不會啊 那就麻煩你了 好啦我來組裝囉 請問一下我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嗎 幹你這方面要看戲是不是 你如果要我幫忙看戲我也可以看啊 你還有什麼幫忙你要講 你就只要這樣螺絲起子 然後我就會這樣子 因為通常那種猛男 那種電視上演的那種猛男 就是在修車的時候 就滿身肌肉然後穿著一個吊嘎 然後從車子上邊這樣打出來說 給我螺絲起子 然後我就會這樣 這樣放在那上面 是這樣嗎 畫面上面是有一點差異啦 對 我現在這個 你是不是沒辦法跟我聊天 欸怎麼知道 欸他的腦袋現在在運作了 這是大人的科學 我跟你講過了 我來負責聊天你就在旁邊組 大人的科學在講的是什麼東西呢 很多時候你認為一些小孩子 才會念一些科學的事情 其實你講到了之後 也需要非常多科學的腦袋 去認做許多的事情 不管是在大人處事上面 或者是你偶爾也可以用一點點 小心機讓自己接觸一點這種東西 也許可以活化你自己的腦袋 但是如果有些人的腦袋 可能本來就不適合做這些科學相關的事情 也沒有關係 因為 you know artist it's ok it's different it's totally different ok ok 我們現在看一下它進行到哪一個步驟 請問你有做任何一個步驟嗎 請問你有做任何一個步驟嗎 沒有 裝不進去啊 你看了也知道那個洞不是這樣搓的 它這樣寫的啊 這個東西有可能是這樣搓上來的嗎 不是啦 它是從這個側邊啦 看來有人大人的科學不管用囉 先調弦鈕裝到琴聲上面 這個就是這樣調弦鈕裝到琴聲上面 這個就是調弦鈕 這是第一個步驟 這個有凸寫這個槽聲 這樣子 等一下 這一集的單元不是叫做開箱樂器嗎 對啊 是憑什麼變成組裝樂器 誰買的啊 你弄進去了 你是用硬X的欸 Oh my god Oh I am genius 我們裝進去第一根山子了 抓到竅門就簡單啦 不是 這不是竅門是很大力欸 這很大力欸 我超怕它斷掉的欸 這個不是要竅門欸 你幫我固定 你手就是抓著那個釘子 然後我來吹 等一下 你會吹到我好不好 沒關係啊 我最近不會叫你師父 你就趕快就反正 你勇敢 江老師 幫助你勇敢 I told you I told you 好好好 我可以幫忙 好嗎 再繼續一點 不是你不要亂教啦 這個要卡進去 這個 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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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裝在這裡 有弦 所以這個是把你勇敢 OKOKOK 欸你好像還蠻聰明的 神仙酵母來幫忙 酵母 說它貴好 它也不夠貴到說每個器材很吻合 有一點像 你是圓形 我是五角形 Yeah maybe可以鬥在一起 不是你為什麼要做得簡單一點 就不是很合身 對啊 就是像說我穿S 然後買一個M的衣服 然後你穿三叉L 為什麼我是三叉L 我在舉例嗎 為什麼要敏感 哎呦 我問你我是不是整幾多負責在旁邊講XX而已 對啊 神仙酵母來幫忙 來加油 哎呀你在轉錯邊了啦 難怪轉不進去啦 欸 這種男生最爛了 減小燈燒起 你怎麼這樣啊 你剛剛叫我神仙酵母來幫忙 接我你自己 自己在那邊生氣 來 他就很害羞 他就很害羞 他在哪裡 Oh my god 怎樣啊 你很熱對不對 你又熱又火 這真的會火到 我跟你講我再也不買這個東西 我哪有另外一盒 哪有 我幫你放進去嗎 壓著喔 你壓著喔 這個大人的科學呢 如果你要買回家玩的話 記得家裡要有另外一位人喔 不然會怎麼樣 會非常危險 因為你煮不起來之後 你就不想煮了 我已經不想煮了 好了 神仙酵母 好啦 差不多可以彈了吧 我們還有一根 我跟你講你光是轉這個你轉不完 為什麼這一根會放在這裡啊 這是怎麼轉啊 我先問你這一坨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一個從小到大念音樂系的女生 數學高中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學期不被當的女生 哎呀 怎麼又掉下去 剪螺絲就飽了喔 這就是大人的科學 這就是大人的世界 有時候你就覺得 為什麼人生有很多東西都這樣拉東拉西的在那裡 然後你花最多的精神做一些非常瑣碎的事 您是否感覺到您的人生都充滿了這樣子的疑問呢 歡迎你買這顆大人的科學 讓你理解你人生中的玄妙之處 到底在幹什麼啊 不要再跳下去 我跟你講這個電路板 我一直覺得還在跟我開玩笑 你知道我不能理解是什麼嗎 它背後呢有一些突起屋 它這樣突來突去突來突去很像煞有其事 它是在該突起的地方突起 然後 必須每個步驟都給你個大大的掌聲 Oh my God 來第三個 又是旋鈕 神仙叫舞來幫忙來 你的手看起來又要把東西弄到 人生有很多的時候 你都在找旋裡失去的那塊片土 這次沒有在沙發下我 用剪的就可以了 您是否覺得您生命少了一塊拼圖 真的 少了一個最重要的螺絲 這個真的 整個人總是酸不驚 沒什麼 趕緊起來 我們再重新 邁不向前 我在往下的經濟 會讓你更火大嗎 會喔 哇 我好喜歡這一集的衝突感 就是我這一遍不知道在幹嘛 好我們繼續找事情裝忙 我問你喔 這個電路板它上面這些突來突去的東西啊 它是突的高度有差別嗎還是不用 它是突在它想要突的地方 我怕我不是學電機 有電機的朋友在看我們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面舉個手 加一讓我看到你們 誰可以告訴我 這東西怎麼可能會長得這麼複雜 還有我跟你講 我也有沒有理解 這背後有一些長得像小小的水塔 你知道那個頂樓的那個水塔 不是你就不用管它 它就是一個東西你知道嗎 你用電腦你也不會管裡面什麼水塔 有大的水塔 中的水塔 小的水塔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警察的那個 警察車上面的那個燈 再來 這東西我這輩子就沒有用手 碰過這種銅線 我現在碰 碰 我人生成就解鎖 銅線 觸碰解鎖 這東西不能 有什麼可以幫忙嗎 我想麥克風有收到你的喘息 所以 我看不懂啊 來來來來 生鮮喬母來幫忙 欸這一集會變成一個一小時的特別節目 這個 要細一下 你要幫你嗎 好 你小心它會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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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鮮喬母來幫忙 等一下為什麼 你有時候覺得別人幫不上你的忙 但是其實你就是需要協助的時候 你要大聲的說出您的需求 以及您的渴望 馬上就有生鮮喬母來幫忙了 你覺得不可思議 你就覺得 你這一集一定都在擺爛 結果我是不是在重要時刻都有給你幫忙 欸我們下次用這個用直播好不好 因為這個太久了你知道嗎 我們在看啊 可能沒有下次 1700耶 你要再這樣子抱怨 事情不要用金錢去衡量 因為你說1700 一直在那邊嚷著很貴 1700也沒什麼啦 有時候吃一頓飯也要1700 你看看1700買一把吉他不掉 又獲得幻具的時光 你想想看這1700 我們搞一小時是順利才能一小時出來 不順利得三小時 我又沒以為他高估 1700花三小時 一小時得多少錢 考你數學 蛤 蛤 你停止於做 10塊 什麼東西啊 1700除以三 喔除以三喔 600 你看一小時六百 貴不貴 不貴 1700獲得幻具的時光三小時 聽到江老師滿滿的金玉良言 良藥苦口 麻婆豆腐 我在想辦法講一些誠意 對所以 其實是很划算 卡住了是不是 要不要幫忙 來神仙叫我們來幫忙 他現在在做那個吉他的那個 他快火大到死掉了 他想說 你不要說你以前騎了 我花1700買一把 你不要叫我煮 我真的不想煮 我真的好煩喔 快哭 這怎麼樣 就是呼氣 你要什麼 我都給你 就是不要叫我煮 我們現在衝去阿通補 還是衝去什麼 買一把 我覺得這樣比較快 買一把 你買一把 然後我今天是旁邊開始練歌了 你還在煮 你們今天看到這個Eric 你們要感覺到非常的痛苦 可以非常感激 他這種人 他從小連樂高都懶得住 今天他現在在這裡穿線 這個畫面 Eric的媽媽 你看到了嗎 你看你的兒子 他長大了 大人的科學 Eric的科學 大人的吉他 Eric的吉他 Eric的吉他 Eric小時候的樂高 Eric長大的天吉他 把弦穿過條弦輪軸的孔 我知道你需要人朗讀 來 把弦穿過條弦的孔 拉到琴聲正面 您現在需要的是把弦穿過條弦 這是哪個孔啊 我看你穿鞋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很忙忙的跟你一樣感動 我看Eric長大 我就像是他的姐姐一樣 終於長大了孩子 哈哈哈哈哈哈 這本雜誌就是他的說明書 他現在在這面 他還有 欸你半分鐘我要回台中了 我回了台中 然後再來台北你還在這 需要神仙醬母的幫忙 我知道了 你需要打氣對不對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一句話 一輩子 一生情 一杯酒 朋友不曾孤單過 一生朋友你會走 哈哈哈哈 我幫我裝錯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從那幾個步驟幹得錯 第二個 那個才四個步驟欸 哈哈 我可能要把你這個朋友丟爆了 我問你 你裝錯哪一個步驟 我們有沒有辦法挽回 可以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我現在滿身大汗 朋友不曾孤單過 一生朋友你會走 我跟你講 朋友要做的事情不多 我就是在夏天的時候 送他一支冰棒 就是在冬天的時候 送他一個暖暖包 就是在他組大人科學吉他的時候 幫他煽風 有靈感了嗎 有靈感了嗎 就回去 有靈感了 好厲害喔 你什麼都能救 非常厲害 我們現在進行到了第四個步驟 然後因為第三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有做 現在回到第三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 但是因為記憶卡快要滿了 麥克風快要沒電了 那我們開始覺得說 這是一個新的影集 Netflix 你們看到的是第一集的 大人的科學吉他的奧妙 初級班 真的這真的已經真的 不可能弄那麼久了 我跟妳講 妳看一下 妳跟我說揚聲器 我還需要揚聲器嗎 妳說我需要什麼 我啥都不要 妳花了一個小時 妳就該換出四個步驟 還出了兩個 我在旁邊講話也是 也最大的耶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分享 喜歡的話記得分享 我們在旁邊有兩個都會議到你們 所以這樣就是訂閱我們 要講一道 這是一個影集 希望你們收看第二集喔 掰掰 還有五個大的主題 第五個主題裡面有12個步驟 我們現在在第四個主題樂園的 第三個步驟 第三個主題樂園 你在講什麼啦 你在講什麼啦 你被一二三四我幹嘛 我問你幹嘛 他一定要騙你說 五個步驟教你簡單主題樂園 然後每個步驟裡面有15個步驟 我跟你講 我一個步驟我就教你主題樂園 我跟你講聰明 這就叫什麼 包裝行銷達人 行銷達人教你一個步驟主題樂 你瘋了 你瘋了 起來了 你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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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麼 自己手 race 最後一riel 你家長不忘了 你